大家好,欢迎回到广东话军事频道NHK,我是你的主持Larry 大家好,我是Simon,我们今天很多东西要说 对啊,不好意思,首先我们通常军武器言会在星期二出 因为我们有些数据收到,都要一些时间分析 所以这次就来到星期四,我们就不会再迟了,我们就今天会出街 会和大家讲很多军演做,首先我们讲解放军那边 解放军差不多一个月做军演多过以往一年做军演 就见到中美局势紧张,就见到美军的偵察机又频频飞过来 所以你见到解放军要反制做了很多不同的军演出来 大家看图由北至南,也有很多不同的军演即将进行 一个就见到北的渤海湾的军演,渤海军演由24号开始 去到下个月30号,足足是一个月有特的 那个位置叫唐山区,唐山区就距离北京,我们的京城非常之近 感觉你好像香港上广州那么近的,就一个重点要防护的地方 接着大家再下来,你见到军演范围黄色这个位,黄色这个黄海的范围 那今天有大件事,我们会讲一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军委等了很久,我们会一会讲 再下去,你见到早前由8月11号至8月17号左右 在周山军演那边,包括有一个抢滩登陆和实弹射击的 甚至乎有一个,之前说在台北,南北交隔的台州白沙岛 附近的海域都有这个实弹射击的,所以你见到 其实真的解放军在之前已经有很多军演不停地进行的了 再早前就有这个雷州半岛,雷州半岛我们也有跟大家报导过的 7月份的时候,当时就在一个近一点西沙的情况做 越南就不是太like的,这件事情 现在你见到,除了黄海之外,下到东海都是有军演的 接着就去到南海那边,会有两个情况 一个海南岛,一个会对出一点点,比较接近一点西沙的位置 三文卿非常忙,我已经说了很久了 大家都见到这么多军事活动 有些他们就说是演练来的,其实是练习来的 基本上就是练到的练习,就是训练来的 有些就是演习,比如说实弹射击的演习 对出一点点的南海这边的演习 无论怎样都好,总之都很忙 其实大家看重点就有几个要留意 就是这幅图会更清楚 比如说渤海的整个月的军演 黄海的军演,我们稍后会说 南海那边,其实刚才大家看到的两个军演 其实有一个是非常... 这个位置我们也会说出一个大事 这个位置是包括西沙的永兴岛 我们稍后会再提这一件事 Larry兄,我们直接到正题 我们先说最大单的就是 黄海那边的范围似乎 中美之间就生气了 搞得 是啊,因为黄海,我们就发现 有一个U2的偵察机 这个U2的高空偵察机 那边就说有一个入侵的军机 就是警告他 有什么目的等等 这次这个警告也挺严正的 是啊,外交部就发出一个严正的抗议 就说,喂,大哥,我在演习中 你飞越我演习空,你想搞事而已 很容易会有误判 甚至是刹枪走火的情况出现 大家看看 大家不要以为 Youtube 这架是1950年首飞 所以他也有60多年 但是他也不断在升级自己 最明显的就是 他现时大家会看到 第一,他会有很长的鼻 这个鼻,我们稍后会讲什么 而且他会有很多时候带着两个 翼下面的Port 上面就有个Data Link 这个拱起就是他的Data Link的设备 可以跟卫星通讯 亦都可以跟其他在视线范围内的 即直线可以去到的范围的军机 互相交换资讯 因为这架机飞得高 差不多7万英尺 所以他的视线范围 其实是非常非常之广 是的,这架机可以看到的范围是非常之广 而且他现在是側视雷达 側视雷达可以探测到的空域是非常之广 应该是超过100公里那么广 所以你看到他在战场偵測度是非常之好 那他就,美国军方,就是Locky Martin的消息 他那个掃射的位置 可以掃射到,一次的任务可以掃射到整个加州那么大的 所以就覆盖的范围非常之广阔 而他这部机的用途 大家看到,由五多年来到现在 现在呢,军方也是没有扔低过的 所以,接下来还会加钱给他装一些新东西 那你就知道这部机有多好用 是的,Larry兄之前也出过一个专辑说 就是关于他的运用上 以及为什么现时还有用 那我就尝试从技术小小的层面去说 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他现时的Modular payload 可以有这么多东西在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物体 大家就不用一一去细致看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主要就是他的鼻子 他的鼻子可以安装光电的镜头 亦都可以安装ASARS-2 这个就是合成孔徑雷达 基本上是用雷达的方式来掃描 上面有他的SPAN和SPUR 就是他的通讯模组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 液下面的两个POD 这两个POD很厉害 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比如说他可以偵測你的雷达讯号 他可以偵測你附近的通讯信号 他都有不同的专门的部件来做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Modular的设计 所以他可以根据他的任务 来选择用哪一种类型的任务 来作为他今次出任务 主要的装载 Larry Heng Locky Martin之前也有想过 有没有办法把所有东西塞到一个POD 但还在做研究 但似乎有点难度 另外雷辰 就是在升级前面的合成孔徑雷达 希望以后可以将掃射的范围增加一倍 让大家看看他的照片 就是他的光电头 也好 他的合成孔徑雷达也好 也好 烟视大概范围是100英里左右 但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成像是非常清晰的 这个应该是他的光电的镜头 也不是他的合成孔徑 大家都看到这些照片 Youtube当年设计起来 就是去看苏联的弹道导弹 去拍照 现时拍照的科技 只可以说是更加先进 大家都看到非常清晰 他是专门看移动的目标 Youtube今次的出击 某程度上 除了在美军有RC-135S之外 这部机器也填补了很多 卫星图像的空白 以及实时的传输 所以他对一些移动的目标 例如一些导弹的卡车 就是他准备要发射导弹的时候 这些位置全部都认得很仔细 是啊 他特别是看你有什么移动的目标 他就专门去拍照你的 由于他的合成孔徑雷达的关系 他对这些移动目标 就非常得心应手 可以认得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一架Youtube 真是老然而兼 现时最新的型号 就应该是Youtube S S型 S型的 现时有多少架呢 现时大概有24至27架 而且他们都不断在撥钱 希望有一个新的研发 直至到2023年 是维持这个机队 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 甚至是upgrade 他们本身的 这个战场的征修 的资讯的能力 都花了不少钱的 所以大家以后都有时间见这架 也有朋友问 为什么今次会出动有人机 为什么要用Youtube呢 其实现在也有这么多无人机 MQ-9 RQ-4 MQ-4C 还要用有人机去拼命 这个点我们也有看的 第一个情况 有人说 会不会是美军想擦枪就火 就是派个机器上去 如果你不过意击落了 就有个开战藉口 我们就觉得未必会 因为我们不相信 美军就这么草率 找人命来教飞 我想这个第一个意图 就未必那么明显的 另外就看到 这个飞机的好处就是 因为它是有人机 以及它可以飞得够高 所以一般的飞机 要跟它伴飞都非常困难 中国以S-30来说 应该算是空军和海军 最值得信买的飞机 但是也追踪不了它 所以它飞得这么高 唯一的手段就是打它下来 打它下来 过往就用SA-2 现在当然可以用红旗系统 有朋友说S-38行不行 我们就要查看 S-38在和海附近的布置 但是我们看得出 这部机因为没有进入过中国领空 如果你把它打下来 其实在法理上就不是说得通的 它也在国际水域或者空域附近飞 所以呢 你说用飞弹击落它 其实地位就不是那么强 另外它比无人机来说 它飞得高 以及它刚才三文卿和大家分享了 它上面的sensor 全部的模组 其实是更先进的 而它因为有个大出力一点的引擎 所以它载重量会比较好 所以它的设备也会比较齊 十波段的一个偵測 那就会比单单一部无人机 无人机可能的制空时间会长一点 但是这个呢 它可以做到任务呢 其实会更加丰富 是的 那它载重量大 还有它有机师的关系 你很多时有很多资讯 可以机师即时判断 可以传给其他 这个情报网络里面的机型 或者是情报中心去分析 大家都看到 它有很多勾勾 都是天线来的 Larry兄刚才说到 十波段 即是多波段 它这个雷达通讯的搜集能力 就非常之好 老实话 你如果想打它 以大陆的实力 绝对没问题 因为当时 1960年 那时台湾 飞去大陆的偵測 都有5架Youtube被人打 那时候都打得下来 现在是一定没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打它下来 如果你要找一架 战机去到 最多都是去到 6万英尺左右 然后你再打它 其实你某程度上 你需要追踪 就是颇花费 一段 都不是这么容易做到的 地对空飞弹都能打得到 但是我觉得 美国佬今次就是 看死 他去看黄海军演 他就觉得你没有部署在附近 所以他就大摇大摆 去看一下你在那里 黄海军演究竟做些什么 还有我经常觉得 就是有时 军方你就尽量 个人要高姿态少少 如果之前外交部说了 不开第一枪 你说到明之后 如果我飞过的东西 你又打 你真的自己打自己 所以有时 我觉得美军都真的有恃无恐 既然你不肯开第一枪 我就飞过来给你看看 你吹我不像 我弹出弹入 Larry兄 我们不如看看 他这次好像超到什么重要情报 好吗 好 这一幅呢 大家如果有看过不同的 比如说台湾媒体 或者其他媒体 就说 这一幅是YouTube拍出来的照片 就说看到这个在黄海 大陆的军艦 疑似射击这个 反船的飞弹 其实这一幅是卫星照片 就是Planet Labs 他们设计出来的照片 有一位网友找到的 所以应该不是YouTube拍出来的 YouTube拍的那些太机密了 我们不可能取得到的 但都可以看到很清楚 看到一架军艦 应该是一架军艦 是否在射这个VLS 垂直发射系统里面 就有打一枝飞弹出来 那这枝飞弹 是反船飞弹 还是防空 暂时未知 一般的共识 似乎都觉得它在打反船 那我们相信这个应该是应激系列 因为如果你照计 如果打防空的话 那就应该都附近 应该有一定相对的目标 是一些气球去攻击 如果就这样打 似乎是打反船 反船中国 现在好几只 应激六十几系列 应激十二十八 那暂时就未看到营河 那我们就要看多些观察家的观察 那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打什么的反船飞弹 但我想解放军不止那么少 打得你说了 他的A2D2 我们说的区域距止的策略 他应该有更强的武器 那当然 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幅卫星图 相信他还有很多 真的想客人有很多 杀手间可以出的 Larry Heng 是不是想跟着说 接着的大大大新闻 真的是 这是8月25日 就说 中国非常气愤 严正抗议 这个Youtube 飞过他们的演习空域 就是说实话 如果他知道Youtube飞过去 证明他的情报搜集能力 都不差 起码你知道哪一家 你起码知道他的行向高度 你可以判断他的机型 也不差 但是之后那天呢 我们之前看回这个演习区域 黄海在这边 南海当时不是说 有包这个永兴岛 西沙永兴岛 有一个军演区域 似乎有两支大东西 打了过来 那两支大东西 就是我们常说的航母杀手 航母杀手呢 我们也引述了南华早报那边 在8月26日 昨天而已 早上在南海发射了两支导弹 一支是东风21D 这个大家都不会陌生的了 东风21D 可以说是打一些移动的海上目标 主要是打一些高价值的战略目标 例如航母航的情况 那南华早报那边也有人说 这次的目的是 提高中国拒绝其他势力进入南海的能力 就是我们常说的A2D2的能力 就是我们说的 是区域拒指的能力 令到对方的 无论是军机、军舰、进入一定的范围 你要承受一个很大的风险的一个情况 这次很有趣 两支飞弹 据说他们在其他不同的地方试射 东风26B就是另外一支飞弹 东风26B这个国内应该存得很行 这个国内寄与甚大厚望 这支飞弹 因为这支飞弹射程比较远 据说可以去到4000公里 所以这次他们说是在这个 甘肃青海那边就打过来的 还有东风26它恐怖在什么呢 它是核常都可以兼备的 就是你可以用常规弹头 亦都可以用核弹头 所以这个客座能力很明显 就是比东风21B要厉害 东风21B由浙江那边打过来 就属于比较近情的一点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们这些设计 都是专门拿来弹道导弹打航母 是啊 这个位置其实很多评论家都会说 这次这个是用来吓了美国的 例如现在美国的军机和战艦 噴噴进入南海 中国会回应美方行动带来的潜在风险 不过很有趣的 他又包了一句 他说中国不希望鄰近的国家误解北京的目的 就是你看出他这次 首先要吓美国 但是你又不要吓陷隔壁的弟弟 你不要吓陷东盟的兄弟 要不然人家怕他上来 那怎样呢 怕他上来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如果有个人说我保护你 那就走过去 那就更糟了 所以我觉得下一句 就好像保飞的心态 他是不是真的射了才知道 其他国家会害怕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分析是非常好笑的 那不会的 他应该都想过 因为你的YouTube 直接飞进一个演习空域 这个不单是挑衅 踩到胸口 踩到上臉 所以他要吓你的航母 东风26、东风21 的确是这个暂时的选择 甚至路透社有引述美国官方消息 就是说 其实他不只打这两支 他好像一共打了四支导弹 四支导弹 但是具体的型号和位置 就没细说 大家自己判断一下信哪个 但是这两支就肯定 因为南华早报也有报导 这个消息就是比较 这个消息的真确性 是比较不用存疑的 大家 如果射四支 那四支里面会射什么呢 东风21、东风26 就一定在 如果射四支 我就有些怀疑 他会不会射东风17 因为东风17 就是高超音速的武器 那他够不够胆射这个 一来就射过这么坚的武器呢 那我们就 都要观察一下 那看一下 那四支 有没有机会 再和大家说 最新的什么位置呢 但是呢 无论如何都好 那我相信 东盟的国家 应该都是游得阵 没得分的 因为呢 可以射到这些飞弹呢 就算不是射你移图目标 不小心射到固定目标呢 固定目标呢 就在东盟的国家 都没有多少国家 能够顶得住的 那他们要抵抗这些弹道导弹的手段呢 不多 而很多国家 也都没有外国者飞弹 这种系统 那所以 我觉得东盟的国家 都挺害怕的 其实 那两个神仙在那里打架 那旁边那些 当然害怕啊 大佬 怎么知道你 抽起哪条筋 打到他那里 那么 Larry兄 不如我们这次来到这里先 接着下来那一节呢 我还有后续的这个发展 好啊 那我们这一节来到这里先 好 好